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这个展名叫做李宅 事实上那个李 可能包括我的 每一个空房间里面 或是我每一个知道出来的空间 那个观赏者 他们在里面 会感觉到自己的一个位置 那甚至上是 那個你可能是你們所熟知的我 可是對於我而言呢 我是在尋找一個那個可能是 生活上連我自己 我都不斷地在尋找一個創作上的我 所以那會是一個在一個不斷地 對於一個創作者而言 他是一個在從一個創作的方式 在尋找一個自己的 在一個創作圖境裡面 那一個你連自己都不認識的那個樣貌 所以我想待會 各位可以再從我所使用的材料 或是使用的這些氣味 或是使用的這些動作 來去解讀可能 這個創作者他會怎麼樣 花這麼大的力氣去 去將這些東西提出來 那這些東西其實在我的生活裡面 其實他非常的平常 那他可能也是我們都所可以見到的 那只因為今天我是一個創作者的角色 我有這個機會 讓他們出現在一個美術館裡面 那對於我而言 我想我會比較傾向是把 對於這個展 他可能是我希望藉由這樣的一個 世界作品的呈現 去把大概藝術跟我們的生活 的界線變得一種 一個模糊的概念 就是你們現在看到走到的這一件 窗戶的窗戶上面的這些 這些裂痕 其實也是這一次的 一個作品的其中一件 那這件作品的名稱叫做 無題然後是叫窗 那對我來講 那個被 呃 被一個作為一個動作的一個行為 然後從一個 呃 室內空間跟一個室外空間的 這樣的一個 一個破除的一個動作 其實我想要呈現的 事實上是一個 呃 一個 一個當代社會裡面 就是也許今天這邊是一個美術館 那其實呃 外面其實是一個 一個戶外的一個空間 那我們一直會認為說 其實當代藝術好像跟我們的生活裡面 一般大家會認為 藝術 當代藝術好像非常的 尖色 難懂 那事實上 我覺得那只是一個 一個 一條界線的問題 那或許 我今天刻意的把整個 整個作品的動線 你會在第一間 然後你先以一個 我個人的一個書信 然後到 你看到 呃 103展間的一個 一個 玻璃屋的一個呈現 那你會從這些縫隙裡面 或是你聽到的聲音 你聽到的氣味 然後 你從這些縫隙裡面 去看到某些在 在行進 或是改變的一個 一個一段 在改變的一個過程 你會發現它是一個 比較傾向於一個 比較 呃 我們由外而內 在看一個 創作者的一個形態 那那個形態可能 它是一個很不穩定的 一個非常 呃 它不是一個 我們很習慣的 去 去面對的一些事物 可是其實 你也必須在你的生活裡面 他們都會出現 那你 你也被 或會選擇去 去面對 去接受這些事物 那 接著 呃 你走到了 第二個展間 呃 待會我會在這個展間裡面看到的 呃 我全部使用的是一個 呃 呃 非常 呃 非常 有點 璀璨的一種 一種 一種 那我想要強調的是像一種 呃 你對於一個 呃 非常地 非常地赤裸 非常地一個 一個透徹的環境裡面 那你在裡面 你看到的那個 那個 內在的自己 其實它是一個魔鬼的影像 那 甚至是一個 有點像是一種 呃 韓式聖樓一樣 它其實 你是看不到一個 自己燈子這個樣貌的 那 接著 你回到 回到 走廊間 看到這些 破碎的一個 一個玻璃窗 那對我來講 其實它的意義 最大的就是說 呃 我一直想強調整一件事情 就是其實 呃 這些事物其實它看起來 非常的平凡 它也非常的簡單 而且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我們常常去忽略它 那我們也常常去遺忘 刻意去把它掩飾住 好 包括我們在103展間 我們聽到的這些 這些聲響 其實它當 我們今天 如果在談那個 當代藝術 其實當代的行徑 也應該包含了某種 社會另外一個階層的人 那 其實呃 本身 藝術應該 呃 對我們來講 好像我們會認為說 藝術是一個非常 高不可攀的一個 一個 一個名詞 或是一個 一個類名 可是我相信其實 呃 當代的語繪裡面 它應該更包羅了另外一個 一個類群的人 那 呃 這個答案裡面 我希望提到的 其實是一個 態度的問題 呃 就是這些事情 不管你喜歡 你不喜歡 呃 你 你認同 或是不認同 其實它都並存在 我們的生活裡面 那 那 我會希望就是 呃 呃 觀眾或是群眾們 他們用他們的一個感受 呃 就是去 去觀察這些 呃 特意被我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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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列出來 或是被我製造出來 這些空間 界面 哦 你們從裡面去 去思考到你們生活裡面 你們所遺失的這些 這些 這些感受 或這些 我們對於生活裡面的 這些 忽略 或是這些 這些缺口 它可能都反映著某些 你 過往生命經驗裡面 的某些 的 些許的這些 這些破碎 那這些破碎不代表 它完全是一個負面的 那也許 今天那個鏡子 如果它沒有 這樣一個破碎的 的 力道 它不會呈現出今天 這樣子一個 一個空間感